新手歌唱大賽,妹妹那個,不如嘗試一下參加,找阿智和阿細一起去參加,跟著就是這樣玩,輸了 那時候評判是不是黎小田? 是啊,他叮我啊,黎小田,他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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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我出去了 現在是巨星來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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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田 你當時發覺的 他自己說出來 Michael只是說我免得讓人知道 然後腳踩踩踩踩 他自己說出來 當時參加這個新秀被叮了出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失望 其實沒有的 因為我們從頭到尾都是抱著一個玩的心態 就不是說我們要做歌手 沒有的 那這三個是在那個在舞這樣跳的 對 自己排舞 後來怎樣認識到妹妹呢 因為那次的面試 在黎小田叮我之前 突然間關閉燈 停電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停電 後來妹妹說不用怕不用怕 有些人就點了一些蠟燭 然後就動了在那裡 因為那些電就還沒搞定 然後她就剛剛在那個時刻 就引我過去 她就說你們過一過來 我們就對著蠟燭 她說剛才那支舞是誰排的 我說我們是主排的 那支歌呢 她說沒有啊 找了日本歌我們自己填詞 喔 這樣嗎 突然間就啪 然後就閉燈了 我們就是那一刻就聊過一次 然後就可能因為 我覺得是緣份 跟妹妹接觸了之後 雖然我們唱歌 他們的比賽是落敗了 但是後來隔了幾個月之後 突然間收到妹妹的公司 打來給我們 說妹妹找我們 我心想 不是啊 是不是那些整股電話 你知道很多整股電話 但是整股怎樣也好 上去華盛看一看就知道了 誰知道我真的上去之後 其實看到妹妹真的坐在那裡 然後妹妹說 沒有啊 我想找你做我接下來 我第一次的演唱會的嘉賓 哇 做嘉賓 是不是做夢呢 那時候就開始認識妹妹 然後經常都排舞 然後第一次表演 我表演我一點都不怕 因為自己很有表演 我想你很享受 好享受 其實我想妹妹 就在你們那次的比賽 她留意了你們 可能是這樣 她就叫你們過來 啊 你怎麼排舞 原來自己排舞 這個是可造之才 所以雖然黎小田 她那天的眼睛山內斑 但是妹妹就懂得欣賞 我覺得也是一個緣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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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時候開始 跟著開始就跟她周遊列國去表演 表演 又認識張國榮 陳百強 我們那時候很迷 陳百強 後來還有很多朋友 Loggy 全部變為好朋友 所以 我覺得我自己人生裏面 都幾夢幻 因為那時候 經常都覺得 在電視機上才看到這些巨星 然後為何 無端端 看看電視機 她會走出來 在我面前 你明白嗎 還要跟她一起去登台 做朋友 吃飯 玩 去她家裡玩 好開心 真的很神奇 還有你欣賞的那些都是巨星 還有這麼有知名度 表演得這麼好 你可以跟她一起合作 已經是很開心 很開心 而且她們都很疼愛你們 是啊 很開心 這是男生的機會 有一次好笑的 因為妹妹認識她之後 她當然想探討一下我們家裡的家房 來我家做家房 社工的 社工的 我說 你沒有來我家了 因為她那時候真是天王巨星 我住屋邨而已 那天她真的拿著 有司機 有一個long band 然後走來進我村 我家裡真是家徒四壁 四幾張摺椅 平日湯雞都不會湯一隻 那天真的湯一隻雞 給妹妹吃 真的 真的 因為我家裡很小 二百多呎 我們一家八口 就住在那裡 那天就覺得很有趣 全屋邨的人都知道 哇 梅艷芳啊 來到我家裡坐的時候 大家就很瘋狂 你明白嗎 很瘋狂的 所以整條冷海都擠滿了 當然叫好所有的 隔壁的 阿強啊 阿輝啊 做Body Guard 那次都很好笑的 幸好你有隻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過是很開心的事 很開心 這是回憶 而且阿妹她 她沒有格子的 完全沒有格子 欣賞你們 跟你們好朋友 讓大家有一個很親切感 而且我想是很膠心 如果不是她想著去瞭解你們 她不會走去家訪 是啊 我想這個是為什麼 我覺得前世有一個很深的緣分 在裡面 就是那次的電光火石的相遇之後 可能阿妹也很喜歡日本的東西 我們也很喜歡日本的東西 我們也很喜歡近人真宴 她也絕對很喜歡近人真宴 還跟近人真宴拍拖 有一段情 所以因為這樣 可能大家很志趣相投 成為好朋友 好朋友 好師徒 可以說一下 有朋友 亦師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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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的